本次東京奧運台灣一共拿下了二金四銀六銅 一共十二面獎牌有史以來最好的參賽成績 總統蔡英文也特地舉辦了Our Heroes 台灣英雄凱旋派對 來招待選手們進到總統府會面 並採取最高規格待遇有星光大盜兵間 馬上來看台灣英雄們步上紅毯入場的模樣 包括柔道男神楊勇偉 安馬王子李志凱 羽球世界球後戴字印等冬奧國手 加上教練團後勤團隊 以及裁判共146人參加本次凱旋派對 雖然因為防疫關係不開放粉絲進場 但透過直播以及即時LED互動留言槍 仍讓每位代表團成員感受到國人的熱烈支持 而星光大道上最吸睛的 絕對非王冠宏莫屬 台灣蝶王大修金狀腹肌 給所有王太太來了一劑心臟暴擊 壓軸登場的舉重女神郭信成 帶著金牌入場顯得相當興奮 但可能是太興奮啦 走上階梯時竟然一個亮槍差點跌倒 喂喂喂 信成你還好嗎 等等還要代表選手致辭沒問題吧 那時間呢他並不會停止 他會一分一秒的持續的前進 那我想他並不會辜負努力持續 持續努力的人 那接下來也希望總統還有全國的大家 能夠持續的支持我們選手 做我們選手最大最大最有力的後盾 讓我們可以更無所謂的站上國際的舞台 讓世界看見台灣 謝謝 在這裡我要向大家宣布 邁向2024的巴黎奧運 黃金計劃將會持續下去 國慶中心也會繼續升級 對於選手跟後勤團隊的支持 我們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東京奧運不會只是一時的熱潮 東京奧運將是使所有的台灣人 更投入運動 更關注運動 更支持運動的開始 今天不只是慶空的派對 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邀請大家 跟我一起努力帶著驚嚇的感動 繼續做選手的後盾 讓台灣的體育能夠越來越好 讓我們的選手表現也越來越精彩 我們大家一起繼續往前走 謝謝 謝謝大家 期盼東京奧運的熱潮真的能夠延續 政府和相關單位也真的能夠信守承諾 致力提升國內的體育環境 無論是基層還是最頂級的選手 都能有更加堅強的後盾 努力追尋自己的夢想 我來提供新聞採訪報導 歡迎節目